好,香港是亞洲的中心圍著 那私募基金就要想想 究竟在這個這麼大的區域有什麼可以做呢 我現在會看回那個私募基金的策略 那對於在亞洲做義務有什麼策略呢 我們有Gunnam做我們的主持 他是亞太投資亞洲和中東地區管理合夥人 好了,各位,他們現在上台了 我們歡迎Chip K 華平投資的CEO和張呂先生 高領投資資產管理的創始人 他們可能不是同一個家庭出身的 他是信臣資本董事長 歡迎各位 謝謝Andre 首先我要謝謝金管局 給我這麼大的榮幸 可以做這個環節的主持 我們的嘉賓很出色 但是呢,剛才Albert Kohl先生做主持 我現在就給他了 其實你們三位都寫了一些書 我沒有看過你們寫的書 提到什麼提示給我們 但是這個環節我會嘗試請你們 改出你們內心的想法 各位 Chip K其實是 我的爸爸在1994年成立他的公司 就成立了他的公司 就是華平投資 他現在是在紐約的公司 他也是一個繼任人 亦是由亞洲出身的 所以相信華平投資的總部 仍然都會在香港的 希望你也可以回到新加坡 這個就是Chip的背景 張呂先生就是高領投資 高領資本 他就是在有大學的時候 二十年前用二千萬的資本 成立公司 現在已經是一個 800億的公司 所以如果想知道 這裏是亞洲的奇蹟是怎樣呢? 那張呂先生的公司就是 張呂晨先生就是 在紐約成立了中信投資 現在他就是 麥當勞的集團 在中國的營運人 他也是GNC公司的CEO 在中國也有很大的投資 那張呂晨先生的分額 我們會先由Chip開始 由1994年到現在 其實在亞洲你的經驗是怎樣的呢? 亞洲對於你的 你的資歷 你的公司是有什麼價值呢? 謝謝 很開心可以回來香港 也很感謝金管局給我這個機會上來分享 我兩個小朋友都在香港出生的 所以香港對我來說是非常親切的地方 也很開心可以參加這個環節 我也是第一次見張呂晨 我也很尊敬張呂先生 我也認識他 所以這個是令我很自豪的地方 我也很開心是今天是一個環節的嘉賓 其實我是1992年第一次來到中國 當時是一個大學的大學 我見證到是中國 有一個在我的印象中 一個可能只是幾十億的經濟體系 到現在是82萬億大的經濟體 這個規模真的變大得很快 我見證到這個可能是一個在全人類的歷史中 是最龐大的經濟的轉型 這個是我人生中是非常有趣的部分來的 過去的幾年 推動這個經濟轉型的模式規模 還有那個很快速每年是百分之十的經濟增長 過去四十年的因素都改變了 有些波動出現了 那經常都是有人提到說 中國現在有很多的不確定性 不知道下一秒鐘會如何 那我在這間Wallberg已經是幾十年了 那這間都是差不多全球最有歷史的股權投資公司 那其實我們對於現在這個複雜的世界 有什麼看法呢 那其實我們寧願是創新但是失敗都好過 所以我們是首舊大成功的 我們知道現在發生的事情 的規模當然是會在未來造成一些挑戰 那只有堅持的人 還有能夠想將來適應的人 才可以把握將來的機會 我想對於全世界的投資者來說 有這麼多的複雜性 有這麼多的不確定性 我們過去已經說了這麼多了 其實中國的發展 中國的GDP的增長都是高過全球 其實也是一個資產配置的好的地方 所以對於在座的各位 分散投資的投資者 都可以在中國投資 為他們的投資者 創造一些持久的價值 那當然美國 美國也是從全球化 得到了很多的悲憶 對於投資者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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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中國也是佔了很多 甚至是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投資分額 所以亞洲對於全球 以及本地儲存的資金 都是一個好的投資方向來的 那我覺得香港 這是一個很獨特的位置 是見證著這些一切發生的 是 張磊先生 由百分之 由二千萬 由二百億 去到現在整八十二萬億的 這個經濟體 那你覺得現在的市場是怎樣 有什麼和以往不同呢 在中國 你的目標是什麼呢 除了要收購更多的公司之外 謝謝 那就是早前 Chip說過 就是傳統和非傳統的投資 其實最好的公司 就是在最惡劣的環境之中成長 而非在好的環境之中 你想想在亞洲 我們有很好的機會 那現在有些挑戰出現了 有些經濟放緩了 那但是其實呢 我們在這個時候 看到是有很好的公司 正在成長著 那幾個例子 我近年都是看到的 大部分我們投資的公司 都是 很多不是做傳統的行業的 例如我們收購了一間公司 是最大的賣鞋的公司 那其實在疫情期間 那些人不需要出街 不用穿鞋的 我們買了一間的 另外一間的公司 但是在美國那裡 經濟又放緩了 那其實我們也看到公司 是利用科技 是做得很好的 他們和員工是 共同進退 他們和他們的供應者 和他們的分消商 有好好的合作 這個令到我想起 我當我是創業的時候 在98年的時候 我的師傅 他都寫了一本書 他的書就是 在一個書家的遊戲之中 做贏家 那他就說 打網球的時候 譬如打網球 你不需要是最厲害的 你只要是最穩定 等對手是犯些沒有壓力的錯誤 那就可以了 他就贏了 這個環境之下 其實我和我的下屬說 你不需要很聰明的 你需要有一致性 有長遠 穩定的策略 做對的事 那你就可以得到很多市場份額了 我這個在很多的投資公司 都看到是這樣 他做得很好 我好尊重這些人 他們可以是 捱過這些困難的時間 顯示出領導的才能 去繼續增長 那你知道 其實 這個是一個週期的 過週期 你就可以成長了 好的 你在中國內地 當然你是領先於時代 那當然 你看到你的經驗 可不可以說些 有些什麼 是比較 有些亮點 可以跟我們分享 我想很難說有什麼亮點的 我的經驗 或者是 我們公司 我們當時是 國企 看國企的情況 有些新的股東 有新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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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工作 我們有收購的策略 我想我們實施這個策略 比其他人早 我2000年加入 City Pacific 在2002年 即中信 我們做收購的 現在回看 當時的策略是錯的 這個也是 是一個亮點 都很吸引眼球 我們看回那些 增長的市場 現在市場 就逐漸回回我們 當時的 看到的趨勢 我們剛才看到 價值的調整 例如私營對公營的交易 我們有些是 麥當勞等分投資 第三個方面 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課題 中國的市場 即是私募基金的市場 其實 是當時發展得很快 經濟增長非常快 資本性的成本很低 有很多很好的企業家 你可以有很多機會 拿到好的回報 但是天下無不散之言直 所有好的事物 都會有緣的一天 現在他們就會重新調整中國的市場 現在市場向下走的呢 另一方面 一個所謂完美的風暴 有地緣政治 增長放緩 甚至規管的挑戰 同時發生 從最頂 從最頂 直到最底 這個調整 令到人們 忘記了中國經濟 中國私募基金的市場 是需要成熟的了 因為現在的GDP的增長 已經不是半至十 現在是三至五 半至三至五 這個市場呢 是會作重本地市場 在美國 在歐洲 收購的策略呢 就要佔百分之七十 中國可能要佔百分之二十左右 這個時候 是時候要有些調整了 張二臣先生 你現在現場 在內地 你見到什麼情況呢 對聽眾來說呢 他未必有機會 在這個時候呢 親自去內地視察的 你在當地見到什麼情況呢 有些什麼挑戰啊 就是 比如 買股票啊 投資 有些什麼要注意呢 有些什麼是 似乎 有些是新進的 有些 一些企業啊 有多少時間呢 挑戰方面呢 真的很多的 你知道西方的報章報紙 講得很多的了 但是你看回實地的數據 我們營運 麥當勞啊 有些數據啦 就算今年呢 增長都有百分之二十的 我們在說五千至六千間的店舖的 你看回其他的數據啦 比如說出行啊 旅行啊 差不多是二零一九年的水平啦 那 你看回其他的界別啦 比如說地產啊 那需要恢復景氣啦 但是呢 消費呢 似乎呢 就沒有什麼 受到損害了 所以這個就是 我想就著 中國經濟說的 只要有些新進的 有希望的新行業呢 我們看到 有些 那些 國際的 跨國企業啦 他們可能呢 就不想投資這麼多人中國 但是不是想 全部走 撤資的 那所以他們就可能會 想一想有些什麼 可以 想和中國的企業 合作的 有些中國企業呢 就想減少槓桿啦 有些就想轉型啦 第一代的企業家 要退休啦 在香港呢 譬如說 新加坡 台灣都有很多家族 希望呢 將企業呢 留回 在企業 那個 那個 家庭裏面 但是中國呢 有一孩的政策啦 那會只有一個子女 那他可能呢 就想賣的 那這些就是我看到的機會了 他們想賣了企業的 這個是一個非常獨立的見解 先講講你的組合 投資組合啦 你到處去的時候 有些人會知道 究竟你的組合 有 人性好不好呢 怎麼可以增加 投資基金的人性呢 現在的企業 是差不多去到底啦 你覺得 再跌的機會有多大呢 我想講講機會 即是張宜臣說的點 然後我再講我的組合啦 我先幫亞洲做廣告的 張宜臣先生說的機會呢 我會講的私營私人界別的信貸市場 在亞洲都是有進展的 有些這樣的企業呢 需要呢 是一個過度的基金的 有些企業呢 他們未必想完全離開的 有些人說 美國呢 回報這麼好 為什麼要向亞洲投資呢 但是呢 亞洲的企業呢 那個槓桿呢 是比美國好的 他們管理他們的資產貸貸表 是很保守的 還有呢 他們的增長潛力呢 是比較大的 所以呢 譬如說 新進的領域呢 在亞洲做信探 是有前景的 還有一些是那個 區域之間的合作啊 中國的企業又去東南亞投資啊 也都有一些人在美國呢 設立他們的分支啊 那這個呢 都是有很多的機會 至於關於這個銀性的問題呢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工具商 這個是給新的工資企業呢 可以運用到的 亞洲 就是很注重股票的 似乎呢 就 其他的工具 使用得不太多 我們可以幫助這些企業的 謝謝 那現在想問一問 關於 我們三位嘉賓 現在面對的挑戰 我想你們跟投資者 聊天的時候 都會是聊到這些挑戰的 北美的收購 其實是一個很吸引的市場來的 那為什麼我們要考慮 把錢放在亞洲 甚至是中國呢 如果你說亞洲的話 我們一定會馬上聽的 那你看回 那現在看過去的20年 美國的市場 其實比很多的主要市場都好 所以事後來說 可能會說美國是不錯的 那但是科技方面就是 那但是 其實30年來 我們只買一個股票就可以搞定了 那但是不是實際是這樣 你不是事後看回這件事的 你要看前頭的 我之前所說的就是 其實保存財富和增值 就是需要多元化投資 我們其實不是很擅長去 預測很多東西的 所以我們要多元化 其實我們有過去50年的基金投資經驗 其實如果你想要持續的回報的話 你需要分散投資不同的地區 不同的板塊的 那中國和亞洲是沒錯的 現在是有些複雜的環境 那但是實際上 它是佔全球三分之一的經濟生產總值 而很多人都是把至少百分之十的資金投資來中國 那所以其實分散投資是很重要的 所以 你美國現在的經濟不錯 就是疫情之後 他們比起其他國家的GDP的增進都是高 那所以很多人都不想 就會將一部分的資產 就會投資在美國的企業那裡 這個也是全球的趨勢來的 沒錯,那譬如這間蘋果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所以 其實我們很有理由要繼續去投資中國 因為我們作為投資者 我們其實現在就是一個淘汰階段 很多人就捱不過這個階段 其實現在 我們要是 夠銀城 要繼續去想究竟中國的前景會是怎樣 其實中國是一個很有前景的地方 你看看過去的20年 在其他地方可能10年就是沒有什麼增長 另外10年就有一點點增長 那其實這個的轉變其實是發生著的 很多的股票的投資人都是這樣說 香港和中國的資本市場 其實可以是有很多的選擇和機會給大家 在私募基金的市場更加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香港和中國仍然都是很有前景 那其實 那我都會是 講一下美國的股票市場 其實是一個 不是很好的觀點 你看看過去20年 很大部分的回報 差不多50%都是通過的 低息是產生的 現在利率上升了 所以那個主要的增長引擎 沒有了 那另一方面 四十年來 中國首次 第一次利率是低於美國 在可見將來都會是這樣 因為中國是沒有通脹 所以很大機會 利率都會繼續在低位 你都可以有很多的回報 只是因為這一點已經 就是中國的股票市場一定會高於美國 第二點就是 我也想講 其實 我都同意Howard之前說 我過去的生涯裡面 25年是低息 有25年是高息 我想每個人都經歷過這個週期 你低位買入 然後就是 在它上升的時候 在不同的位置買出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資產增值的元素 過去我們幾天都有說過 其實可能現在的情況轉了 槓桿是一回事 其實現在 我們在講淘汰 所以這個在美國都出現淘汰 這方面 真的是賺錢那些企業才可以留下 所以我們 我想不同的地方面對不同的挑戰 剛才你張先生說的都很對 我也同意 Chip剛才所說 如果你看一下 亞洲的爭取引擎 在以往 其實很多時候 人力是相關的 現在我們看到 供應市場是有一個整合 我們看到管理更加成熟 在中國 其實我們剛才是一間 泛亞洲的醫療公司 我還未知道是哪間 其實我們很滿意 那個行政總裁的表現 這個是一個泛亞洲的市場 他們在不同的板塊都有增長 他們本身是一個 是 槓桿很小的公司 但是他們仍然能夠成為 泛亞洲一間很大的醫療保健公司 他們甚至是能夠把傳統的公司收購 所以他們繼續增長 就算他們不用很多槓桿都可以 所以我真的很驚訝 他們這麼多年來的成長 令我很驚訝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人才在亞洲出現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想 但是10-20年前 你看不到這麼多 這麼出色的人才 我真的很驚訝過一個CEO和他們的集團 他們是一個區域性的集團 他們是擴展到不同的市場 利用科技把一個很傳統的行業擴展得這麼大 其實他們不是一些很創新的行業 不是AI那些 他們是傳統行業 我也有一個想說 Chip之前也說過 其實我還是很同意的 Chip之前很久之前說過 可能20多年前跟我說過 他說 完美的投資世界 就是你有俄斯的天然資源 有中國的政府 再加上印度的管理人才 那就最完美了 但是這麼多年來 我們看到在中國 其實有很多跨國企業 在過去30年來中國發展 他們訓練了很多人才 現在的情況真的差天共地 你可以找到很多人才在中國 那些人才的負負是很深的 其實你們都不需要我去處持 你們自己說的 我也想加多一點 就是 你可以在這段時間 在亞洲有最好的優勢 其實這個是非常好的優勢 你們說得很好 你們說得很好 因為Albert Gould之前說過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去挑戰一下 下一個部分 我們就會說一下危機 我記得當時是石油危機 當時我投資的組合就是貶值了 但幸好當時是有中國 因為中國的投資組合 令到我對沖了風險 它是與當時的全球危機相擴行 看來現在 印度也是一個新的增長點 Chip 你覺得 你如何建立你的東南亞業務呢 中國的轉變 的確是一個很驚人的 他們 說到印度 現在大家的興趣就增加了 我們首先去印度的時候 頭頭去 1990年代 有一些經濟的改革 當時 融資成本非常高 他們做了兩件很重要的事 對我來說 他們的管理人員 因為他們的資金成本很高 所以他們非常有效 運用資本 差不多是跟中國 反過來 因為當時他們有大量資本流入 他們的考慮就不同了 過去幾十年 在印度的管理團隊的成長 的時間是長一點的 過去十年 或者二十年 就好像印度的市場 就好像支持美國的 過去十年我們可能這樣說 美國和印度 就似乎能夠有 雙位數的增長 中國市場可能就比較平淡了 他們的人才 的人才富 就似乎都有足夠的深度 那已經跟之前所說的 那一點有關 那中國的第一代的企業家 就現在要是退出了 那他們開始也明白了 資本可能不是沒有成本的 在美國呢 我們就不需要問 究竟能不能賺到錢 而是我們說究竟增長有多快 我們明白呢 要改變了 那印度在這方面領先 那現在呢 還有東南亞呢 那下一代的企業家呢 就逐漸成長了 比較成熟 比較有專業的才能 也都更加明白生意的各種的因素的 在東南亞呢 你看到呢 有不同的情況的 有很多不同的增長的動力的因素的 那印度 印尼啊 菲律賓啊 新加坡啊 那我們明天呢 就慶祝 一個十周年的計劃 這個是下一代的 企業家 的整體的情況 那就令到我們現在講的這個課題呢 就更加有另一個 下角度了 好了 差不多十分鐘了 因為大家呢 你們剛才講了很多 用了時間了 那就算了沒有時間回答大家的問題了 這個是一個今天的最後一個討論環節了 這個很重要的高峰會 對大家對講非常重要 你們要講一講2024年的預測 是說亞洲私募基金市場 究竟是走到哪裏呢 張二臣先生 你先呢 我相信呢 都是很困難的 中國來說都是困難的一年 因為他們的增長的動力呢 就是 我們要將那個房地產行業的影響呢 是消除呢 要時間的 但是轉型呢 就是微觀的轉型呢 的確是正在發生著了 因為他們的資源減少了 就是資本減少了 2024年可能是要復甦了 要追求復甦了 融資的 中國的融資市場仍然非常之艱難 希望他們呢 保持平穩的步伐啦 我沒有一些所謂高大的理想的 張雷先生 為現在的投資組合呢 就是增加到銀性啦 下 未來幾年呢 就在亞洲投資呢 是一個最好的建立你的組合的時機啦 除了私募基金 私募私營的融資啊 有些新的 會有些新的投資的種類出現的 至於那個展望 你怎麼看呢 這個世界 仍然都要應付兩個大的劇變的 譬如說那個通脹率啦 而是由我們之前的階段 進入這個新的階段呢 是會有痛苦的 還有地緣政治啦 那過去就提供我們增長的力量啦 對於亞洲呢 他們就要做一個是 所謂的收拾門戶啊 要做好整理的工作 就誰能夠理解到環境改了啦 就重新發生 有些策略 重新出現一些新的工具 那現在要究竟是 未來怎麼樣呢 這個可能是下一個階段 下一個世代 會見到的成功故事啦 的開始啦 好啦時間沒有就完啦 好多謝我們的嘉賓啦 也要多謝我們的 香港金融管理局呢 組織了一個非常之成功的 峰會啦 大家 嘉賓呢 他們啊 沒有什麼紀律啦 我就 照足你們的指示呢 讀出了我所有需要讀的台詞啦 希望下年呢可以 找回我啦 我們先進去看看 我們先進來吧 我們先進去看看